我想我们线上的很多朋友 对八哥很有感觉 真的是从小看他看到他 他也是童星出身 八岁就出道 很多很多代表作 他不幸病是因为胰脏癌 那么纵横演艺圈将近一甲子 这个呢他胰脏癌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癌症 因为他没什么症状 所以大部分发现的时候 等到你会痛 有症状大概都已经是晚期了 那他从发现到过世 大概只有短短的半年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哥的一些代表作 你记不记得1980年代 线上的朋友你们有印象吗 八哥也是一个时代的标记 他当时搭党这个邹美一胖一瘦 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主持双心暴喜 传遍大家小巷 光是这个节目夺得了两个金钟奖 另外呢跟这个美女主持人方方方搭档 就在今夜这个节目又夺得了一个金钟奖 然后他还跟这个真正的妹妹影侠呢 共同主持了金马奖 我们有一段影片提供给大家 对于这位资深艺人的词事 很多人感到不熟 我想第一个我们刷一排RP好不好 表达我们的这个怀念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段这个影片 再次回味一下八哥的精彩人生 综合演艺圈超过半世纪 艺资深艺人八哥十六号晚间 因为胰臟癌病逝享受六十八岁震惊 各界八哥八岁时以童心出道 曾三度获金钟奖最佳主持人 其中以节目双心报喜最为经典 和搭档周美宜形成可爱对比 连续两年拿下金钟综艺节目 主持人奖 手上一堆带众节目当红时一年缴税 高达四五百万 但反观不红时一年却只工作五天 没人找 人生大起大落 曾在康熙披露自己的心情 手机就放在家里面 一直都不会响 那还敢用我们家电话 打开看看会不会响 响了 表现了吗 他就通了 过于我说 奇怪 什么一个未接电话谁打的 就一开始自己打的 二零一六年八哥担任 金钟奖评审时 曾和吴宗宪隔空开呛 但去年八月诊断出胰臟癌末期 不到一年就杀手人寰 去年的年底我们还是大家看他 那就报仇了 胰臟癌被称为癌中之王 发现时为十一万 九成患者通常会在一年内死亡 医师提醒当出现异常上腹痛 体重变轻 黄胆 尤其高龄族群糖尿病患者 或有经常酗酒家族遗传病史 等七类人风险最高 得特别留意 重点是很多检查 无法立刻发现就医时 这些是关键 医师建议最好三年一次腹部辞症造影检查 才能早期发现开刀 八哥没能战胜病魔 但精彩的作品留给老一辈观众无限追思 既产生的茂林佩杰 台北参访报道 八哥可以说是议谈的长青树 从八岁出道到现在 三度金钟奖 他的这个形象的升职人心 还不只是保笑而已 形象相当不错 但这个胰臟癌真的是 台湾好多知名人物 像我的前辈 傅达人 以前我们在台市同事 像这个资深名嘴刘俊耀 还有像这个 有侠女之声的台北市议员唐慧玲 还有苹果创办人贾伯斯 都是因为这个胰臟癌而过世 这个靳平你怎么看 这个我觉得每一位艺人 都代表了一个大家的时代记忆 那八哥呢 他虽然是一个甘草性的人物 但是他也可以说是红极意识 当时很多大小的 包括一些国家的一些典礼 都缺不了他 我觉得以前很喜欢看八哥 是在那个老三台的时候 在友台 我那时候小时候 国小到国中的时候 除了刚刚邱旺姐你讲的双星暴戏 还有我印象中后来还有 在以前那个台市有什么 女丑之王 然后还有就是 他甚至还演过一些戏剧啊 那我觉得那时候他 他让我感觉像冷面笑匠 他不但跟方方方主持 也跟这么个中美宜搭档 那以前甚至好像连环炮 也有这个看得到八哥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所以我记得以前八哥 他就是那种走搞笑协星 然后后来也会 这个偶有戏剧的 这个作品的这个产生 我觉得他的形象 除了在主持方面 他会变成让人家觉得很开朗 看他是很没有轻松的 他不管他搭档哪一位女艺人 然后如果是这个演戏的话 他就像一个好爸爸好丈夫 然后撒不隆东的 这样一个好男生好男人 所以其实昨天 前天听到他那个消息 他有四个兄弟嘛 然后因为他在医院最后一里路 然后所有他的兄弟家人 就陪着他在医院陪他度过 然后甚至他的哥哥跟他讲说 你放心你的小孩都已经大了 然后因为他生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嘛 然后说那个他们都已经大了 我们会好好照顾的 然后你就放心吧 我觉得他最牵挂的就是家庭 他最牵挂的就是他的家人 虽然他的小孩后来跟着他的这个太太 移民到美国去 他一个人住在台湾嘛 我今天这两天看新闻 说他们住170平的这个大房子 那之前他工作很忙 几乎都没有什么休息 记得《众议大姐大》张晓燕 晓燕姐曾经讲过 你怎么接了节目通告 就是他一直主持主持节目 当红时期老三台 几乎都看得到他的身影 他的自己节目 周一到周日天天无休 每天打开电视就看到他 看到他主持的这个节目 很多喜剧那个综艺节目 然后当时小燕姐就说 你怎么接的节目通告 一个比一个还多 就好像你在生小孩一样 不会挺一样 所以就知道当时他自首可乐的程度 陪伴我像我这个年纪 那个五六五五五五 不知道七年级有没有 至少我觉得我六年级 我看过巴哥所主持的这个节目 陪伴我走过那种 国早国中到高中那个阶段 那看到他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闻 我后来也传给我姐姐 因为我们都是 我姐姐是五年级的嘛 然后我们看了就有点唏嘘 尤其又听到胰胀癌 也许因为今天那个 对 时惠你好像还特别去检查一下 今天去健檢了 时惠可能会很有感觉 胰胀癌真的 听说他一般的健檢 检查不出来 我其实在之前 惠伶她过世的时候 去年我去检查的时候 我就特别说 我要多检查一下 那个胰胀的部分 因为他们说胰胀平常很难检查到 那是腹部超音效吗 没有也不太容易检查到 因为他藏在其他的器官的后面 对 所以他很难 而且他因为早期没有症状 没有疼痛 我们很多癌症会有疼痛 所以你可能会有感觉 可是肝癌也很难发现 肝癌跟胰胀 都是发现的时候 可能都已经是后期 因为都没有任何的症状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 他要帮我检查那个胰胀 他就说超音波这样子 照不太到什么 他只照得到可能表面而已 可是因为胰胀 还有这个胰胀线等等的 所以他说要用核子共振 因为核子共振是360度的 360度 那因为胰胀藏在后面 但那个费用比较贵 对 核子共振的费用比较贵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这个胰胀 因为很多很多案例都是 你看像贾伯斯富可敌国 但最后还是不敌这个癌症 所以在这个每年检检 大家都知道很重要 但据说八哥也是非常重视检检 对 可是他又检查不到 对 他就是一个沉默的癌症 所以恐怕这个 稍微有点年纪 可能大概过了几年 恐怕要加点费用 去做一些高级的一些检检 可是你看到惠林那么年轻 对 也是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新闻 也是心里很难过 我刚刚看到网友 Sholly排RIP 他也算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中文字连规论 也算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专门